孽障、乌气随着因果关系附在人的灵体上,即灵性和肉体上 为什么业障一定要消除掉呢? 因为凡是业障它都有污浊之气,有不好的气场 乌气随着因果关系附在人的灵体上 从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阻碍了你的气血循环而产生了病痛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这就是师父常说的 身体上一块一块的业障多了之后 你的气脉不通,会阻碍你的气血的正常运行 因此肉体就会生病 师父还说,修行和修心,等于用心、行为,打开你的心灵之光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家 我一直有惊痛问题 看了师父开示念往生咒可以缓解精痛的问题 我就每天念诵49遍消除妇科的业障 我发现,往生咒真的帮助减轻精痛之后 针对妇科疾病 我就向菩萨许愿 在两年内念诵108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 结果,我的月经就不再来了 在这之前,我虽然会精痛 但是每个月都还是会来 从来没有断过 我看了三个都很有经验的中医 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身体太寒 有的说营养不够多样 也有的说可能是读书压力造成荷尔蒙失调 我还是坚持好好吃素 还有每个月去看一次中医治疗吃药 我照样读书 现在也开始工作了 休息的时间更少了 工作也比以前更忙碌了 但是,我坚持确保自己每个星期 一定要念到给我的药精者小房子 消妇科的业障 上个星期四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天 我烧了108张中的最后三张 我就告诉菩萨 若这是我该受的,我愿意受 请菩萨替我做最好的安排 让我的月室能够早日恢复正常 那个周末我就搭配营养餐吃 然后晨跑了两天 我的月经就恢复了 这一次停经停了九个月 以前只要吃冰或睡不够 就会有很严重惊痛的我 这次刚好吃了几天的冰激凌 没有足够睡眠 还早上晨跑 结果我只是下腹部轻微的不是而已 消夜是一个过程 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我们要看破自己的五蕴 不管什么感受过去了就没有了 所以业障爆发时不要害怕 只要有心消夜 菩萨就会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 今早上起床 我头晕和胃难受 然后做早课念礼佛大唱悔文 念的过程 头和胃还是晕即难受 我就求菩萨妈妈 帮助我消除我头晕和胃难受的业长 保佑我不头晕 胃不难受 佛佑们 真的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我的头和胃好了 不晕也不难受了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小分享 看看师兄们修行 各个努力精进呢 法喜啊 师兄走出了困境 师兄已经几个月失眠了 学佛正信正念 用佛法五大法宝 师兄现在身体好了 真的替他开心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和慈悲的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新年师父开示极锦 春节上头香 年三十上香时香断了 会否影响新年运程 选自2020年1月31日 悬疑问答 关于烧头香时能否拜祖先的问题 选自2012年1月15日 悬疑问答 春节的时候 就是咱们拜那个头 萧藤香什么的时候 用不用就是说给 还拜一下祖先什么的 最好不要做 要做的话 就是在年头做 年三十的时候 下午中午的时候 可以拜一拜 但是呢 到了青年了 里面就不要拜了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今天做了很多好事 你心中就会很踏实 很开心 当你在修为上 心灵上帮助人家时 就是已经打开你的心灵之窗 灵魂之窗 你才会有善举去帮助别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